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2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看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截止到北京时间4月19号晚上21点 俄乌双方在卡索弗亚尔的战况陷入僵局 北侧的俄军多次试图沿着铁路线 通过森林区域进攻乌军阵地,当军备击退 0506公路方向,俄军多次突击军未能进入技术学校区域 反而在公路沿线损失不少装备 教堂东侧,俄军已停止进攻 0504公路由乌军道路上布置了大量的地雷 并使用无人机,远程打击俄军专甲编队 俄军退进,变入停滞状态 这个卡索弗亚尔现在是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呢?是4月19号晚上 根据这个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 泽伦斯基总统亲自到卡索弗亚尔一个指挥所去视察 这个指挥所就是第41独立机械化驴的指挥所之一 在那里,泽伦斯基听取了驴长 关注第41机械化驴责任区作战情况和防线建设的报告 泽伦斯基还给那些战士颁奖 感谢他们为乌克兰,为乌克兰的顿巴斯做出的牺牲 做出的努力击败俄罗斯的侵略者 泽伦斯基不关去了卡索弗亚尔,他还去了顿列斯克的其他地区 访问了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 我以前就说过了,泽伦斯基是把前线所有的旅的指挥部 好像都要跑一遍,都要亲自去 一个曾经的演员,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总统 有着坚强毅力,不怕牺牲,冒着炮火到前线视察 一直顽强的一个总统 但是看一看俄罗斯的总统 深深的从一个硬汉,从一个总统 现在变成了一个演员 正好他们俩是角色在互换 普京更多的是表演 希尔斯基也到达这个卡索弗亚尔以及这个登巴斯地区进行视察 说明这个卡索弗亚尔目前非常紧张 地位非常重要 乌克兰方面恐怕又要死守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看那个其他的战场情况 在扎布罗尔南线、罗布基列 双方小规模交火,主要是炮战的 在赫尔松左岸区,4月19日 俄军加大了对克林基层方向的进攻势头 乌军战报说击退了俄军11次进攻 在阿弗蒂夫卡北线 俄军有所推进 在辛巴赫木特卡东侧推进了大约1500米 诺沃卡利诺夫南侧推进一条街 比尔及其北侧俄军进攻被乌军击退 西蒙尼夫卡方向双方继续阵地战 而这是双方在陆地上挑战的一个情况 总体上看这个乌军的压力是非常大 阵地战上面优势在俄 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乌军却炮弹 就这么简单 除了阵地战 欧双方继续轰炸对方 纵失目标 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今天袭击了乌克兰 皮肤登尼港口的两个食品出口码头 其中一个由一家新加坡工资拥有 用完亚洲和非洲国家农产品 在其中被销毁 这次袭击已经是俄罗斯对奥德萨地区港口 基础设施的第39次袭击 总共有215件物品被损坏或毁坏 这个俄罗斯是专门打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当然也可能是俄罗斯的导弹打不准 总之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这些港口用来像非洲像亚洲出口粮食的港口 遭到俄罗斯的打击 但是乌克兰打击的俄罗斯是什么目标呢 主要是俄罗斯的炼油厂和飞机厂 都是军事目标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波格玛兹 4月19日表示 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布良斯克州上空被摧毁 其中一架无人机坠落 造成以能源基础设施着火 基辅政权企图使用无人机实施恐怖袭击的行动 被挫败5架固定翼攻击无人机 在维格尼奇区上空被摧毁 无人员受伤 在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击落期间 以能源基础设施起火燃烧 俄罗斯国防部队在苏泽姆卡区上空 摧毁一架固定翼无人机 没有人员受伤相关受损情况 只是按照惯例 乌克兰袭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 无人机都被俄罗斯拦截了 只有一架无人机拦截之后 吊在了炼油厂的设施上面 造成炼油厂起火 这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描写 乌军的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一个场景 俄国防部报道过去一周 作为对基辅破坏俄罗斯能源和工业设施活动的回应 俄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对乌克兰军事和能源设施发动了34次集群打击 在布莱斯克地区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能源基础设施 俄罗斯不仅发动导弹袭击 还用远程战略轰炸机 图22起飞 然后靠近乌克兰边境发射导弹 打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不过这一次 昨天终于有一架战略轰炸机被乌克兰摧毁 这是开战两年多以来 乌军第一次击落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个效果堪比击落A50空中预警机 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说法 他们是早就瞄上了这个图22战略轰炸机 已经在那个相关区埋埋伏了一个星期 而且使用击落A50空中预警机相同的手段 在308公里以外摧毁了这架图22战略轰炸机 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这个乌克兰主要是对准了俄罗斯空间军的这些高价值目标 进行精准打击 这八钉子 本来是对准了这个威胁程度更高的 A50空中预警机 因为它是空中指挥所 它是俄军的前线的眼睛 结果乌军连续击落他几架A50以后 这俄罗斯的空间军A50不出动了 要么就躲得远远的 所以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局 把眼光把目标锁定了这个战略轰炸机 所以他们经过这个情报搜集 在相关区埋埋伏了一个星期 那乌克兰用什么武器击落的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呢 根据这个情报局的说法结合这个A50啊 那专家推测出应该是乌军使用 改装后的S200这个导弹 大家知道这个S200防空导弹 是前苏联时期研制的中高空超远程 地对空导弹系统 实现是非常笨重的 严格依然说它应该是淘汰 但是经过北约的技术改造 居然在乌克兰空军手上 又显示出了新的生命力 这种导弹飞行速度是8马赫 最大射程是400公里 射高是40公里 关键的关键是 乌克兰据说还有这样的导弹400枚 这简直就是废物利用啊 这架图22逆火炸机啊 它自身还携带了两枚循环导弹 按照乌方的说法 这两枚循环导弹还没来得及发射 飞机啊就被击落 四名机组人员中 有三个人跳伞生还了 一个人单身死亡 尸体就被找到 这架图22坠毁的地点是在俄罗斯南部的斯塔夫罗伯尔地区 距离前线应该在300公里以上 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道啊 它说俄罗斯空间军一架图22远程战略轰炸机 当天在完成战斗任务返回本土机场时 在斯塔夫罗伯尔边疆区坠毁 瓦尔杰斯基区坠毁 搜索小组已经发现了三名 三名飞机机组成员 这个俄罗斯媒体啊 发布了这个被击中 尾部的这个叫图22战略轰炸机 这个下坠的视频 从这视频上可以看 这架飞机是尾部起火了 飞机失去动力啊 螺旋式向下坠落 就是俗称的这个叫落叶飘啊 俄罗斯的这些战斗机啊 轰炸机 连坠落啊 都是那么帅 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啊 死到临头啊 也不忘记 做一把落叶飘啊 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 也是打一架少一架 俄罗斯的空天军呢 现在啊 正在跟黑海舰队在比拼呢 看谁更惨 根据这个福布斯报道啊 他说乌克兰虽然缺乏 新型一方地对空导弹 但其旧的S200防空 可能拥有数百枚导弹 越来越明显的证据表明 任何接近乌克兰前线 150英里方位内的俄罗斯大型 喷气式飞机 都面临被拦截的风险 这个F16啊 还没到乌克兰战场 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 就损失惨重啊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 特朗普现在又改口了 虽然他多次反对 美国无条件尊援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 对吧 他要求乌克兰投降 而且最好啊 在他当总统之后 他来斡旋协调 俄乌停火 乌克兰投降 以土地换和平 但是最近啊 他的态度出现转变 这个特朗普4月18号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啊 乌克兰的存亡 对美国很重要 但是呢为了挽回面子啊 这个特朗普坚称呢 乌克兰对欧洲更重要 所以欧洲啊 应该比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 这个特朗普到底是什么原因 态度发生转变 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其中原因之一啊 就是乌克兰在前线 越来越顶不住了 对吧 天气越来越暖和 这个俄军啊 恐怕酝酿着一次大的这个反攻 那乌克兰缺少炮弹 缺少武器 怎么打呢 一旦乌克兰崩溃 乌克兰要输了 美国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所以特朗普是不是就适可而止 对吧 斗争斗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特朗普收了神通啊 那美国的共和党 他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约翰俊 对吧 他才能推动援武的这个议案表决 那么今天晚上 众议院就会对冤屋的法案进行表决 从川普的表态来说啊 这个表决一定能过 以前为什么拖延 为什么不同意 为什么过不了 就是因为川普这一派人 他们从中倒落 现在川普收了神通啊 诶 改口了 那么预示着啊 今天晚上这个表决 应该会顺利通过 甚至也可能是大比例的赞成票通过 昨天节目咱们说了 这个波兰总统杜达跑到美国去了 杜达跟这个特朗普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恐怕找不了要串说这个特朗普啊 4月19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啊 国会必须尽快就乌克兰援助计划达成一致 否则就有为时一晚的风险 时间就拖不起了 差不多就得了 再晚啊 这乌克兰的前线就顶不住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立法者对援助计划进行投票至关重要 这样乌克兰就可以在俄罗斯的对峙中保卫自己 他补充说啊 我们需要现在就做这个周末 我确信我们所有的专家都相信援助 对乌克兰的国防的成功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这个援助一旦通过啊 那共和党人还有附加条件呢 他要求拜登马上就把这个陆军战术导弹能打300公里的 这个中程导弹马上就要送到乌克兰去 所以今天晚上的投票那对普京来说 美国不仅要给乌克兰援助600多亿 而且要部署中程导弹 这个是普京最忌讳的 说到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中短程导弹这个事 这个拉夫罗夫啊 在接受微信电视台 还有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 在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布林肯啊 2022年1月份答应过这个俄罗斯 不在乌克兰部署这些中短程导弹 拉夫罗夫说 他们向乌克兰输送了大量武器 而我方将此视为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我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还需要任何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特别军事行动不可避免 普京和俄罗斯人特别忌惮这个中短程导弹 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两年多时间过去 这个普京啊最害怕的这种导弹 终于到了乌克兰战场 这就是普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也没有办法处理 北约密事长斯特尔·腾贝格说 乌克兰很快将收到新一批防空系统 北约成人国国防部长删定 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其中包括弹药和防空系统 近期会有一批冰的援助 斯特尔·腾贝格认为啊 北约国家应该冒险 连那些用于自身防御的武器 也应该首先拿出来给乌克兰 斯特尔·腾贝格表示啊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乌克兰用这些武器打败俄罗斯 这使得北约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斯特尔·腾贝格再次声明啊 他说乌克兰对俄罗斯联邦深处 就是纵深军事目标啊 对打击是合法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 4月19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接受多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啊 中国提出项目建议 但不强加自己的规则 相关决策是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做的 拉夫罗夫还表示 俄中两国的贸易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并且将继续增长 这个最近啊 俄罗斯对大国的这种示好拉拢 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频繁的地步 是吧 每天基本上都要说一下大国的好话 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加大拉拢的力度 就怕这关键的时候啊 对吧 大国偏向了美西方或者是乌克兰 咱们前几天已经说过了啊 随着这个印度啊 这个态度越来越明朗 对吧 跟俄罗斯这个界限呢 画的越来越清楚 甚至啊 卖武器给乌克兰 那么这个压力啊 就逐渐重复到了大国这边 什么压力呢 实际上就是美西方 他要制裁俄罗斯 他要限制其他国家跟俄罗斯做生意 以前啊 印度俄罗斯的业务啊非常多 石油贸易 钻石 还有黄金等等啊 那现在恐怕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美国 欧洲 把目光啊 自然就盯下了大国 因为只剩下大国了 这个4月19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G7外长会议上 指责大国以及助长了乌克兰的冲突 布林肯说啊 大国如果一方面希望于欧洲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就不能另一方面助长冷战结束以来 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 大国目前是俄罗斯国防工业最大的供应者 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啊 针对啊 美西方就大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零部件 他回答啊 说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者参与方 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 积极劝河促谈 从不拱火交友 借机牟利 中俄有权力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这种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限制 事实上美欧和其他一些国家也任在同俄开展贸易 有关方面 因反思危机根源 为实现和平做些实事 而不是向大国甩锅推责 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啊 实际上咱们在对吧 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说了 大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啊 恐怕也越来越难了 如果想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势头 那么恐怕就要把这个清单啊 要列得更清楚 就什么东西不能出口 什么东西可以出口 对吧 什么东西不能卖给俄罗斯啊 现在大国是承诺 不卖致命性武器 就是不卖军火给俄罗斯 但是军民两用产品还是在卖的 那接下来要想跟 既要跟俄罗斯做生意 又得跟美西方搞好关系 那恐怕你可卖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比如说机床 一切啊 俄罗斯能直接去提高他的武器生产 或者用在他武器上面的那些零部件 恐怕都得禁止 或者是叫减量 否则啊 这个大国跟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力啊 就会越来越大 就是美国的布林肯 还有欧洲的这些领导人 天天就在拿这个硕士 因为啊 现在就剩下大国一个国家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卖这些东西给俄罗斯啊 换句话说啊 就是大国 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不能直接导致俄罗斯的这个军工能力的提升 间接提升那是没有办法的 你只要买他东西 那就是间接的在给他做贡献 但是你不能直接 就是说你卖给他的车床 卖给他的发动机 对吧 他就直接用在对乌克兰战争的那些装备上面 4月19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摔骨 视察厄姆斯克机械制造厂 摔骨要求工厂加快生产速度 增强坦克对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防御能力 工厂领导向摔骨报告 新出产的T80坦克进行了重大升级 加装了新一代反应专家 龙式专家以及电子干扰系统 这种电子干扰系统是专门针对这个无人机 和防坦克导弹的 就是那种巡飞弹呢 可以干扰600米方位内的无人机信号 现在这个坦克为了对付无人机和这个巡飞弹 也是已经被改的面目全非 昨天咱们说了 这个卡德罗夫的亲戚在达吉斯坦偷盗车辆 酒驾然后冲撞警察被达吉斯坦警方逮捕 这个卡德罗夫扬言说这是对车厄城的可耻的挑衅 今天这个达吉斯坦州州长梅里科夫表示 他希望卡德罗夫在谈论可耻的挑衅时 没有想到他的缘故 这个卡德罗夫的亲戚 叫查卡耶夫少将 试图碾压这些警察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卡德罗夫的部队就包围了达吉斯坦的警察局 要求达吉斯坦州州长赶紧犯人 那达吉斯坦州州长肯定不愿意犯了 所以冲突加剧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对峙 所以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到达现场进行劝阻 违和缓和局势 就是俄罗斯出动了国民警卫队 来协调这个车厂的卡德罗夫的部队 和达吉斯坦的警察之间的矛盾 你看看俄罗斯都已经弄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普京的权力啊 只要一出现问题 只要他控制力一弱 俄罗斯必乱 卡德罗夫正在加沙及约旦河西岸招募工艺军呢 准备组建机械化冲锋队 这个卡德罗夫到底是给普京招人呢 还是给自己招人 这就很难说了 4月19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啊 在电报频道上 就乌方针对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的暗杀企图 在波兰被制止发表评论 称啊 泽勒斯基是毒品小丑 他指出泽勒斯基有理由感到惊慌失措 梅德维杰夫说啊 怕了吧小丑 这不是前两天乌克兰安全局不说波兰抓住了一个间谍吗 这个间谍要暗杀这个泽勒斯基啊 就这么个事情 这个梅德维杰夫啊 借此啊 对泽勒斯基进行破口大骂 实际上呢 泽勒斯基表面看是在骂泽勒斯基 但是呢 谁都知道啊 他骂的就是普京啊 他说泽勒斯基是毒品小丑 我感觉他骂的是普京呢 然后他说泽勒斯基啊 有理由感到惊慌失措 现在惊慌失措的是普京啊 普京从地堡里面惊慌失措逃窜 对吧 这个他的亲手培养的这个普里格金啊 帅步到莫斯科找他讨个说法 到底是谁怕的呢 所以梅德维杰夫啊 实际上是在暗中讽刺 骂普京啊 说你怕了吧 小丑 这么说还是梅德维杰夫了解普京啊 普京现在已经感觉到害怕了 普京天天盼着和谈呢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